Mid Journey剛剛宣布推出新的Wear參數 本次影片就帶大家開箱這個新參數 並且也介紹一個好玩的主帽技巧 Style Break 在影片開始以前 我想做個簡單的生命 Introversify頻道 是我一個人在YouTube上經營的頻道 我並沒有授權任何人 以任何形式在其他平台上 以他的名義來發布這些影片 如果各位在其他平台上看到本影片 請到我的Discord伺服器 或於YouTube影片留言讓我知道 谢谢 首先先介紹新的參數Wear 直接翻譯的話 可以解釋為怪奇參數 應該是通過調整參數來讓圖片生成的更怪異 根據官方發布的公告 我們可以在想要讓圖片更怪異及前衛時使用這個參數 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將Wear參數當作是奇葩參數呢? 默認的怪奇參數是零 官方建議數值為250到500之間 1000為建立最大致 雖然說數值可以一路加到3000 不過經過測試 我發現1000和3000在奇怪程度上似乎沒什麼差異性 我首先注意到 在未輸入任何風格關鍵詞的情況下 使用怪奇參數會從默認的寫實影像風格 變成各種卡通風格 所以如果是想要將呈現風格固定在寫實影像上 記得要輸入影像之類的關鍵詞 在Wear參數推出時 我第一個念頭是 這跟Chaos混沌參數有什麼不同 在經過50多張生圖的比較之後 我發現 混沌參數改變的是構圖和用色等 你所輸入的主體 基本上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動的 而對於怪奇參數 是會在本質上讓你輸入的主體產生變化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們輸入的關鍵字 是20歲的日本少女 M3在正常情況下 永遠都會生成一個在身材和顏織上 都完美的無懈可擊的女生來 使用混沌參數的話 女生則依舊漂亮 只是女生的樣子 構圖 主題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 使用怪奇參數的話 則女生的樣貌、表情 都會產生更大更奇怪的變化 其模樣也不再完美 而是有著一點獵奇風味的各種 奇怪表情 同樣的 當主體是貓咪、阿嬤時 產出的效果也不再完美 我還蠻喜歡MJ推出的這個新功能的 因為這是可以打破MJ的既定印象問題的最佳方法 只要將WB的參數設定好來 那要產出具有真實感 不再符合完美比例的圖像 就會簡單許多了 另外 今天我也想分享剛剛發現的新玩法 我在官方DC伺服器上也找到了一些同樣發現這個玩法的朋友 外國朋友稱這種玩法為Style Break 意思大概就是一張圖像兩種風格 這在之前的MJ上我曾經嘗試過 當時我想達到一種窗外式水墨畫 窗內是現代化泥真機倉的感覺 可是不論怎麼事都做不出 可是有了zoom out之後 要達到這個效果也就變得非常簡單了 首先我們先生成想要的風格 任何藝術風格都可以 我這裡生成了水墨畫 板高和麥塊風格的圖像 然後 在Custom Zoom中 將用程文本整個改掉 換成泥真的機倉內部 就完成了這種有點虛實結合感覺的圖像了 這張Style Break玩法 也可以用在各種天馬行空的場景中 如先生成海底世界 再zoom out成圖書館 地下研究室等 能夠把相對矛盾 突兀的兩種場景完美的融合 我覺得這正是MJ厲害的地方 好了 粉絲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並追蹤本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謝謝